大家好,是第一集《羅乃圈會客室》 當然第一集就要請來一些我自己都很欣賞、很喜歡的朋友 在我身邊就是何梓梅 你好,梓梅 梓梅是一位出版社的顧問 亦是一位都很喜歡閱讀的媽媽 另外有一個身份就是她是何梓梅 兒童文學作家是何梓梅 所以叫何梓梅 這個名字有沒有從小帶給你一些壓力呢? 都有的 我出生的時候 我爸爸已經是一個作家 他有開出版社 幫忙出很多書 在文壇上也有一滴年氣 很出名 我自己中學的階段 我爸爸就是我家學校的家教會主席 嘩 所以所有老師都認識我爸爸 那些長輩對我有一定期望 故事就帶給我一些壓力 那些期望是否說 你又何梓梅 你一定寫文很厲害 諸如此類 可惜就不是 而我的學業一點都不飆青 所以就有些壓力 不過我爸爸是很好的 他對於我的學業 其實從來都沒有要求 讓我自由發展 是的 你爸爸我看他的文文 都是一個挺豁達的人 所以他對你也不是苦疤 絕對不是 另外我有個問題也想問 就是你爸爸寫過這麼多書 你是否他最好的讀者 他在生的時候不是 我不要說 因為我也有看過他的故事 但我看了一些內容 為何把我日常跟他說的校園生活 全部寫在文章上 就覺得不太高興了 即沒什麼私隱 沒什麼私隱 又怕朋友看到 覺得我出賣了這些故事給我的作家爸爸 沒有什麼看他寫的書 反而看其他的書 即是你家裡有很多書 沒錯 我爸爸自己寫的書 沒有什麼看 很好笑 但因為他的工作的緣故 他就買很多書 讓他們來參考資料 什麼書都買 那個年代沒有互聯網 要是靠看書拿資訊 他就買很多書 訂很多雜誌 還有很捨得買書 那些讀者文摘的精裝書 本本這麼厚 我知道 很漂亮 都很貴 然後那些雜誌 我小時候已經有兒童樂園 小朋友畫布 然後有特科少年 特科 雜誌我全部有的 那你不是全部都看呢 我有喜歡的也有看 因為成熟太多了 所以我隨手看到哪本 我喜歡的 覺得適合的也有看 聽起來你爸爸其實 他買了很多書 雖然你未必這麼快投入寫作 但他對你的書香的分圖都挺好的 是嗎 是啊 我們下個環節回來 繼續追問下去 看看何志如何影響女兒對於閱讀的 이라는喜真的 記憶 我們不 Toby 道 是